时尚百达包包款式即将人气大公开 大家好 我是谢欣 看我今天这身休闲的打扮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间 坐落在东区161项里面的一间 轻休闲概念包包店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 请问这是有人的包包刚洗好拿来晒吗 其实这是这间店非常特殊的陈列方式 有点像那种晒衣架的风格 它让你完全没有压力 跟着我进来 我觉得这个店面 整体的感觉 跟一般的店面很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你从门口一进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店给你的感觉是 很轻松 很自在 那不管是陈列方式不同 连装潢设计风格都不太一样 商品面来说我们定义这家店叫 城市清休闲 顾名思义就是贩卖一些比较宽松不严肃 可以游走在休闲跟正式的包包 上班杯很有质感 下班杯也很好看的一种包包 真的 我有发现耶 因为刚刚在外面看到你那个陈列包包的方式就很特别 用一个像晒衣架的方式 然后让人家会觉得想要玩耳一笑 为什么把这间店开在这个一六一项东区 基本上台北东区是一个流行文化会基地 很多到这边来的族群都是想找有 个人风格的商品 基本上跟我们公司强调说 做自己的风格的精神是相呼应的 然后再来说这条街你不觉得逛起来很有逛街的乐趣吗 而且非常的悠闲宽广走起来很舒服 基本上这边已经成为观光客壁逛了一个台北角落 请问一下这个包包它是什么材质啊 我们的话都是选用意大利的天然植物楼的皮料下去做的 我还蛮推荐您这一款包款的 这个的话超特别的哦 水桶包 它是可以三种的水桶包 跟一般外面卖的水桶包是完全不一样 欧能其实是 对 二的话就是你可以当后备的 出去玩啊 旅行的话都非常的好用 三就是它还可以变成尖杯的 永不退流行的大地色系 搭配上简约时尚的设计 不但适用于各种场合 也能够容易与不同服装做搭配 衬托出自己个人风格 如此时尚感与实用性兼具的百搭包款 也难怪我们主持人谢欣 忍不住要用力shopping啦 在这里买包包啊 真的轻松又自在 一点压力都没有 你看 后座 全部都是我买的包包 女人呢就是要这样子宠爱自己 懂得犒赏自己 好好的享受生活 现在我就要去喝下午茶了 这就是人生 现在大家可以了解 什么才是时尚的包包 是的 那赶快跟大家讲一下 2014年啊 就是包包它的流行趋势是什么 好 观众记住一件事情 如果你们常常看好莱坞明星 他的私底下被狗仔抓的 这个照片 应该你很有经验 对不对 对 我都会看他们的那个杂志 没有被抓啦 你就会发现到 低调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们的包包都非常低调 可是非常的优美 这是第一个重点 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们的东西呢 上班的时候背 看起来不会严肃 可是下班的时候背 又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们搭搭的包包 很多人都是 可能只能有一种风格 然后一个场合去使用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刚好现场也有准备了五个 不同style 完全不同style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都非常非常的低调 真的 有各种包括小包包 然后呢 可能比较适合OL的包包 然后也有这个后背包 然后呢 也有这种 水桶包 的变形款的小包包 然后跟这种 比较属于形象款的包包 其实麻衣就适合这一个 因为麻衣呢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甜美 包包跟自己个人的身体体力 是有直接的关系 身体比例 所以呢 小包包反而是 甜美女孩的一个特权 因为如果你太魁梧的女生 带小包包 就会很奇怪 不OK 对 所以 谢欣我就要给你 最大的包包 我还在开玩笑 我还是要给你小包包 就知道你要接这个 你还是适合这个啦 你还是适合小包包 对 因为我觉得 我们节目的两位主持人 都是非常的甜美 可爱 好好看喔 谢谢 然后你看 可以像麻衣这样子 比较短的 这样也可以吗 对 这样也可以很可爱 或者像谢欣这样子 有点长肩背带的感觉 好学生的感觉喔 所以它会有一点学生风 然后又有气质 我觉得很可爱 那香词当然也要啦 它适合哪一种 14年的形象包 就这一款 你看这款形象包 它是比较大的容量 而且它有两用的方法 所以就像香词 如果去玩宴也可以啊 或者是说 你在日间的时候 去逛街的时候 它非常帅气 非常地舒服 对 逛街挑东西 对 很可爱 而且它虽然就是 是素色 可是其实它有设计感 对 它其实是有一点设计感的 可是你会发现 像这种大地色系的东西呢 你不管用了多久 它还是不会退流型 然后你几乎搭配各种的 颜色的服装 或者各种剪裁的服装 它都是OK的 不知道谢欣 你没有发现 你的鼻子好不好 你闻闻看 说说说 它有味道 这什么比啊 这个香香有几格味 它跟我们一般包包 味道不一样 嗅不一样 是香味 是香 它会有味道 这种我最爱的东西香 因为这个包包很好玩 这个包包 这个东西的包包呢 它采用的皮革 是很特殊的皮革哦 叫做 它是利用植物的萃取物 跟牛皮揉制而成的 然后呢 是利用我们意大利 传统的这个百年工坊的 制皮工艺呢 去制作的 所以它非常的费时费工 然后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它很环保 因为它完全不添加任何的 化学的添加物 真的 现在我们不是台湾 有很多食安问题吗 对啊 所以呢 其实包包也很重要 衣服也很重要 它没有化学的添加物 而且它所有用的天然物质呢 都会回收再利用 所以我非常鼓励 大家可以选择这种 对地球有爱心的东西 是 那这个皮的话怎么保养呢 对这个要非常小心哦 因为很多女生呢 都会用清洁剂 可是它千万不能用清洁剂 真的哦 因为这个树膏皮 它依然保留了很重要的这个 所以呢 你要让这个毛细孔可以呼吸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用任何的清洁剂 那如果说我下雨天淋到雨或者是 沾到水怎么办 碰到水的话 一定要赶快先用 比较干净的棉布去吸干它 擦干 对 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收纳的时候 很多女生会想说 我爱干净嘛 我回家的时候 马上放到衣橱里面啊 鞋柜里面啊 衣柜里面 千万不要这样子 你记得包包一定要烹封 烹干了以后呢 烹干了以后 然后把它放到布袋 或者是纸袋里面去收纳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点是 所有的包包不管再厉害 其实它都有 所以不要带太重的东西在里面 免得它会变形 越变形的话 感觉就不好看了 对啊 不好看 对 哇 我们今天啊就是 不只是学到了 2014年流行的包包 应该是背什么样子 同时也学到了像 就是这种包包 我们到底要怎么保存 对 好 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的又群老师 谢谢老师